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的妈呀 这也叫书 咋啦 吉林省公安厅副厅长喝电 出了一本平安经 这里边写到 出生平安 满月平安 百日平安 一岁平安 眼平安 耳平安 口平安 舌平安 综合电力业务行业平安 无限电业务行业平安 电力公用事业平安 燃气公用事业平安 复合性工业事业平安 水工业事业平安 独立电力生产与能源贸易商品安 股权地产投资信托行业平安 地产管理与开发行业平安 你们俩都念过这个经啊 谁念这经是有病 你们不是刚念过吗 这个偏心地球人都知道啊 不过啊 这个人怕出民猪怕壮 这个喝点福厅长 刚刚大红大紫 却被免职了 啊 虽然我是知道的啊 这个咱党的官员水平很漏 可是万万没想到 能漏到这种地步啊 漏吗 人家中国吉林网可说啊 这平安京啊 是篇红篇巨制 这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公众号 也评价说 这本书是如临巨制啊 哎 还有啊 这个吉林日报还发表了一篇 关于这个平安京党送会的新闻通稿 被这个吉林政府新闻办公室还转载了呢 我的妈呀 这是平安京还是发神经啊 我可以理解 你说为什么现在非得出这么一个平安京啊 你想想啊 现在这党国官员可不好做啊 不是落马的就是跳楼的 特别是公安系统 军队系统 司法系统 这几个刀把子上的系统啊 这更是高危行业 我估计啊 是这贺府厅长吓怕了 所以才出这么一个平安京 看来他这京是白念了 要不然这贺店府厅长的职务 不也没保住吗 看来这平安京不灵了 现在轮到咱给他发贺店了 你说说啊 他这个平安京洋洋洒洒几十万字 这个平安那个平安 唯独就少一个平安 哪个呀 铺厅长平安呗 你看这不就出事了吗 谁说贺店灾了 是因为少说一句话呀 这贺店 我随便说的 您请 这贺店为啥灾了 你们不知道吗 因为这平安京出的不可时宜啊 与上头调调不符啊 那胡编 这上头的调调是什么调调啊 你们想啊 党国现在是内忧外患 这内啊 有洪水地震 瘟疫鼠疫蝗虫 这外头啊就更难受了 以美国为首的 在这个香港问题上 疫情问题上 华为问题上 间谍问题上 处处有没有对着干 还纠结了澳洲 英国法国德国 这对国党是唯有我 在这个时候你说平安京 这党国能愿意吗 是啊 这都挨揍了 怎么能念平安京呢 哎 胡编 那这个平安京的调调不对 什么调调才对啊 这好像说嘛 当然是开战京了 啊 开战京 对喽 向美国开战 向澳洲开战 向英国开战 向法国开战 向德国开战 向洪水开战 向地震开战 向瘟疫开战 向蝗蟲开战 向鼠疫开战 哎呀 您先喝口水 总之啊 这个平安京呢 就是个信号 上到现在不想听平安京 所以我们要引引为戒 在报道风向上 要战斗性十足 哎 胡编 那您说这个战斗性是 就比如说 我前几天刚发那个推特 就是核弹头那个 您是说五月八号 您发的那个推说 要多造一千枚核弹头 哎 可是已经造了这么多核弹头 还不够用吗 还要在这 那当然不够用了 你想啊 这要真打起来 美国怎么得扔它五百个吧 欧洲也得扔三百个 是不是 再给欧洲一百个 哎 哎 胡编 别 别都扔光了 剩下的零头啊 咱日本扔十个 印度扔十个 还有菲律宾 韩国 越南 哎 你别说啊 这三人两人 东人西人的 就扔煤了 就是啊 这两天又发推说了 中国要抓紧时间 制造出足以威慑美国的核弹头 要只争朝夕啊 有这么严重吗 听你们说的 好像这大战就一触即发了 小王啊 你这个政治嗅觉是太不灵敏了 难怪每次扔盘子 你都吊不住啊 哎呀 是的 现在中美的关系 它已经到临界点了 这白宫正在玩中美脱钩 先从中方记者开始 到8月6号 已经有40多个中方驻美记者的签证交过期了 美帝现在也不给他们签 这明摆着让他们都走人呢 哎 没错 还有啊 特朗普已经签署行政令了 45天后 进抖音 进微信 还制裁了香港官员 这香港民众特别难过 好像听说把这香槟都卖光了 哎呀 美帝对我们是步步紧逼啊 所以啊 我们回应要火药味十足 震慑住他们 不过胡编啊 您虽然是后召多造这个核弹头 不过也得考虑党国国情啊 党国啥国情啊 哎 您看啊 这前段时间中印边境冲突 党国的东风军车 刚一上阵就被打穿了 造个军车就这水平 还造核弹头 哎呀 我可是担心 还没扔出去就爆炸了 哎呀 你等啥呀 这东风战车质量不行 那不是我们的造车水平不行 是压根没打得好好造 原本应该几万块钱一吨的钢材 火车声换成几千块钱的 那能射不穿吗 这相关官员呢 那都赚大发了 那钱都干嘛带装啊 一个人六千多万呢 哎哎哎 虎便 这有篇文章好像是冲您来的 啥文章 你看啊 这个核专家杨成军发了篇文章 标题是 警惕有人恶意炒作我国设核问题 文中说 这炒作核武器对国家安全极其有害 还说这种炒作 只会为敌国提供攻击我们的画柄 还有个更大帽子 说这炒作核武是煽动对中央和军队的不满 你觉得这份账是冲我来的 不冲您还能冲谁啊 现在啊 这地球上数数啊 这火箭男除了金三胖就只剩您了 这杨成军肯定不是说的金三胖啊 那他指定是说的您啊 哎 胡编啊 这个杨成军可是党国的核专家啊 他这个调调肯定跟军队一致 看来我们这个报道方向还得调整吧 这么说 这个开战经也不能念了 是啊 您听这篇文章里面 危害国家安全 给敌国提供攻击借口 煽动对中央和军队不满 这三顶大帽子压下来 咱可承受不起啊 哎 胡编 安全第一啊 咱可千万别踩着红线 对 安全第一 不过咋才能安全呢 胡编 虽然这国际环境是恶化了点 不过咱这外交部才是第一战线啊 咱就以外交部为风向 他怎么说咱怎么说 有道理 接着说 您说就在中美护官领馆 我方间谍在美被抓 咱外交部却忙着成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 外长王毅说习大的是伟大战略家 准确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形成和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 你是说越是在中美关系恶化 国际形势紧张的时候 越得捧着习大战 胡编又高又硬 对 我就说嘛 越是在这种国外遭新 国内遭灾的时候 越是得把这马屁拍好 成为风险中有最大的少孙几率 太对了 您看那天津书记叫什么 李鸿忠 多会拍马蹄啊 说习是核心之核心 关键之关键 根本之根本 还有那个海军前司令吴胜利 也不输李鸿忠啊 他说习是历史的选择 人民的选择 全党的选择 正确的选择 还有更中口的呢 2018年深圳市委书记王伟忠说 要把习近平的讲话 刻进骨头里融入血液中 既然这个平安经不让念了 这个战斗经也不让念了 索性我们就继续的恬不知耻 专心念好我们的马屁经 曹哏 既然 保 Hopkins 除了 你